二是暫時降到二軍去了 左半邊的飛球來看看落點 落地行圈沾打 而且第一時間沒有把球給掌握好 所以現在許聚鴻要一口氣來到得點圈 二壘安打 第一個時間應該讓球這個可以見到為原則 因為你已經讓他一個彈跳了嘛 所以你的跑的軌跡就會稍微保守一點 對 往後跑會比較好 這個其實已經投到滿外角的 對 那許聚鴻算是人高手長 滿有力量的 可是他太水平移動過去的軌跡 他的路徑 那再往後面一點 不要讓球落到這個圈內打牆 滿吸引人的 這球打擊出去 在中外一方向飛球往後退往後退往後退 歐巴 新鮮之長打 這間打一半的打電沒有問題了 這個半局 忠心兄弟靠著許聚鴻跟陳子豪 連續兩支二兩檔的串聯 在這場比賽先持得點 1比0 還是他們倆 還是他們倆 串聯得很好 他投了一個比較內側的訴求 就讓陳子豪逮到 因為上一個打擊 其實攻他內側是 收到比較好的效果 比較內側 但是跟補索耀的位置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對 陳子豪等於連續兩場比賽 都有超出場打 加上今天的這三打 他是連續五場有安打演出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群群 記得訂閱中信兄弟 官方YouTube頻道 還有Twitch